今天想要跟大家說的事呢 就是在我們華蘭寺的這個動褲 除了找到超夢跟小蘭第一次戰鬥以外呢 我們進去之後 原來這右邊這個水道 有上去 因為爬上去 爬上去 爬上去 是一個很大的地圖 那 它除了大部分是暗的地板以外呢 我走下去了 它除了很大部分地板是暗以外呢 它有這些 你看這裡有個白色的亮點 我這邊拿過是沒辦法 這個粉紅色的點我也刷過了 這點有什麼用呢 這點的作用就是 你看比如說我在這個點 按A 就會蹲下來 然後拿到一些物品 我們同時 知道這個點到底有沒有隱藏的道具呢 我們也可以看我們一部的尾巴 你看它要得很快 那我們這個時候按A呢 就會在地上又撿到一個隱藏的道具 你說是每10到15分鐘呢 這個地方就會重置 那我們 在這個 一樓的地方 看到有亮的 白色的粉紅色的點 不一定每一個都有 或是我之前拿過 所以沒辦法 還是這邊滴滴料 沒有拿到東西啦 沒有拿到東西啦 那這個時候 我們一部尾巴又在搖 那我就登下去 又拿到一顆果實 沒有搖就不用按了 那走到這邊 又是搖得很快 又拿到一個超級球 這裡除了拿到金色的莓果以外呢 最主要的是 想要在這裡刷到 大絲球 這裡是有機會刷到大絲球的喔 所以 如果 抓色違抓到累了 想要休息一下 我們可以跑到 華藍洞窟 一樓先上來 然後每10到15分鐘 繞一圈 看一下這間亮亮的店 有沒有隱藏的道具 可以讓我們取得 這邊 今天這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給大家這樣一個 就是 小小的提示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